日本企业小林制药生产的保健品吃死了人 初步的赔偿方案居然是给消费者送2500日元的代金券 相当于120元人民币 这怕不是小林赔钱小林花一分笔想带回家 甚至不知道吃完了会回哪个家 况且仅从赔偿的角度来看 给了数也是要是太低了 不过还是得说一下 赔偿2500日元代金券的说法来源 是央视诸日记者对日本小林制药的公关部门的电话采访 日本媒体还尚未勘待这条消息 同时也希望这2500日元代金券的方案 也只是一个初步的临时方案 别是唯一的赔偿方案就行 那否则就是纯粹的恶心受害人 目前因服用小林制药生产的 含红曲制品的保健品而死的人数 已经上升到了4人 住院人数已经超过百人 小林制药正在紧急召回的三款商品 都号称能够降血脂降血压或者挡固醇 这使得一些消费者长期服用 而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急性身衰竭 对此小林制药声称 其生产的部分红曲原料中含有非预期的成分 红曲是一种用蒸熟了的米饭 接种红曲菌发酵而成的食品添加物 多用于着色和调味 许多红豆腐乳就含有红曲 有一种推测认为 可能是小林的红曲米发酵过程环境不佳 产生了菊霉醋 这种物质直接吞噬服用 会产生肝肾脏毒性 也有一定的致癌性 当然菌本身并非是全无益处 目前也有研究显示 它可能是一种对抗某些种类癌症的药物 但不管如何 野蛮生长的菊霉醋 肯定是不能直接吃的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 毕竟红曲是一种市面上广泛存在的食品添加物 小林制药这种百年老店能犯这种低级失误 那也确实是挺离谱了 不过更加麻烦的是 目前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红曲出了问题 而且也不知道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身体损伤的剂量是多少 小林制药生产的红曲仅有两成是自家使用的 剩下的都销网了其他公司 包括国外的企业在内 一共有52家 有些日本企业已经开始自查 召回并销毁相关商品了 那么除了召回商品外 小林制药是如何回应此次事件的呢 其实不用说也能猜到了 那当然是发动工匠精神咯 小林的一种高官已经是鞠躬了 不过这有用吗 早干嘛去了呢 这也是小林制药的股东想要知道的 早干嘛去了 日媒共同社就提到 一位来自大阪府腾景司市的 70多岁男性股东质问道 一月份就收到了有消费者健康受损的消息了 过了两个月都没有公布 那公司管理层是干嘛吃的 这显然是第一步我们宣布无事发生啊 只能说不幸中的万幸 我们大陆消费者中的大多数啊 不用特别担心会吃到小林制药的红曲 此次的几款奢侈商品并没有在大陆直销 想要购买呢 也只能通过跨境电商 几家主要的电商平台已经先后下架了奢侈商品 如果之前不幸买到了 请千万不要食用啊 赶紧找卖家退货 比较倒霉的是台湾的消费者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大量台湾民众啊 对日本商品是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 许多不符合大陆食品标准的日本商品 在台湾呢是可以正常上架的 岛内媒体报道称啊 有消费者投诉 自家70岁老伴去年3月服用小林制药原料生产的红曲胶囊 两个月后出现了急性肾病 只能开始透析 近几天啊 在看到相关新闻后 开始怀疑啊 是不是吃到了小林的问题产品 而岛内相关机构回应此事的时候 声称呢 从图片上看啊 确实是要招回下架的涉事商品 目前啊 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 总之啊 此次事件再次的证明 精致无脑鼓吹的日本食品安全 或者什么鬼扯的工匠精神 纯粹是外务省经费到位 资本主义社会哪有什么工匠精神啊 所谓的工匠是封建行会时代的玩意儿了 小手工业生产模式 早在上世纪就被流水线生产 踢进历史垃圾堆了 资本主义的工匠精神啊 只会道歉之后啊 打死不改 并且继续洗脑消费者让其购买商品 只不过过去的精致可能只是钱包受损 被收割至上税 现在还要继续精致 那恐怕是有性命之忧啊